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之音引述华盛顿贸易专家指出 中国每年增购2000亿美元的美国货 从经济结构上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前美国生产率已经接近饱和 难以有那么大幅度的增产 即便中国停止从其他国家进口完全转向美国 也顶多贡献500亿美元 新华网官方微博转发的分析文章中强调 中方绝对不可能在美方设限条件之下进行谈判 对于川普17日会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文章指出有些看似不经意的细节 其实透露出意味深长的信号 首先美方态度有微妙的变化 先前刘鹤访美以及月初美国代表团到北京磋商 两国最高领导人都没有出面会见 但这一次川普不但见了刘鹤还笑得格外灿烂 而且第一句话就是美中在经贸领域保持良好合作关系十分重要 第二从川普以及刘鹤的对话中可以发现 中美双方确实存在较大分歧 双方的用词是妥善处理 川普的用词是积极解决 不过双方都认为不能够让这些分歧影响两国关系 第三在会见当中 川普对刘鹤列出的重点合作领域 这些都是生意 中国未必吃亏 未来两国合作中美空间巨大 文章引述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会见刘鹤前几个小时 中美双方还在焦点问题上互不相让 谈判一度陷入焦灼 但川普随后的突然会见 双方微笑握手 无一为这一天的艰苦磋伤 画上了一个句点 新闻时时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